一人余天 二女兒余彥琦 是在兩年前因為職場癌病逝 想不到這次女婿成見 確實因為疑似擔任詐騙集團車手 遭到地檢署收押 對此實際打電話給余天 他說 先前完全不知情 直似感到可恥氣憤 耿大衣滅青怒轟 該關多久就去關多久 身穿一襲白色蕾絲洋裝 胸前身未開叉 潮心感 一人余天的二女兒余彥琦 當時牽著老公Gary的手 走在紅毯上好甜蜜 無奈最終女方在2022年 因為職場癌病逝於台北農民總醫院 如今老公也出事了 女婿涉嫌炸氣罪被新北地檢署收押 余天也感到震驚詫異 一度傳出她設法營救 對此強烈否認 強調自己最討厭詐騙集團大衣滅青表示 該關多久就關多久 甚至提到聯繫親家那邊 發現女婿也已經多天沒有回家 打氣我很多親家也是找不到她 所以好幾天沒有回家 我在想明天看看如果找個時間 去把兩個傻孩接過來接回來 致電余院其弟弟余祥全 原先表示真的不清楚 還在了解當中 隨即掛斷電話 後續在致電就沒有接通 打電話給李亞萍也是同樣狀況 才通事二女兒的余家 這回女婿竟爆出涉及 擔任詐騙集團車手頭 旗下還有一票車手 也讓好不容易趨於平靜的生活 再度被打亂 記得黃家瑋 郭仲瑞 陳博道